台湾檸檬价格是一路下跌 目前卖相比较好的 产地价格一台金也只有7元 卖相比较差的更只剩下0.5元 农民是血本无归 又大又绿的台湾檸檬 因为香气和酸度比较高 前几年外销大陆抢手 外销业者常追不到货 但去年夏天开始 檸檬价格却一路下跌 卖相差的在产地一台经典 一块钱都不到 农民血本无归 每天收购柠檬的合作社 也呼吁农民应该减产 有一直跟农民讲说 希望不要再栽种柠檬 那因为现在就是像最近 气候的影响天气比较冷 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没有想到说 要喝冰凉的柠檬这样子 天冷国内需求减少是因素之一 但过去柠檬有三年好价格 屏冬生产面积也因此从一千公顷 暴增到两千公顷 再较上去年大陆订单减少 坊间还传闻外销业者打压价格 一公斤六十元的订单 却用十元向农民收购 坊间是有传说这样的事情 不过还需要查证 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个 如果说外销业者呢 他们有拿到比较 价格比较好的订单 那事实上也要将利润 回馈到我们农民的身上 屏冬县政府希望查明状况 跟外销业者沟通提高价格 农委会也已经开始启动配套措施 会加强国内促销 记者屏东综合报导